在2015年有一部神奇的动画《伟练2》 绝对是很多人的路坑神作 十年前选下爱的约定 十年后却突然有了三个 阿腿是四个五个还是六个老婆 一般人都还在想着如何脱单 可男主一条乐却在想着要选谁做老婆 如此一期的恋爱番剧 你确定不来看看讲了什么吗 没有看过上期解说的小伙伴 也可以直接先看这期解说 不影响体验 故事的设定是男主一条乐 在十年前和一位女孩有过约定 十年后的阿乐已经想不起来 约定之人到底是谁 只知道谁能打开自己胸前的项链锁 就是那位约定之人 所以要想成为阿乐的老婆候选 你必须得先拥有一把钥匙 可目前有钥匙的人却足足达到三位 分别是阿乐目前暗恋的女孩小野四 十年前父亲定下婚约的女孩万里花 还有就是为了那帮派之间不争斗 而暂时获得假女儿头衔的前级 三男都拥有一把钥匙 可是因为上一次前级试所 把钥匙给弄断了 修了一击的锁到第二季 还是没有修好 三个女孩都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约定之人到底是谁 可除了拥有钥匙门票得到候选的三人以外 前级的宝票侍郎也因为阿乐夸她可爱 导致后面竟也爱上了阿乐 从小到大她都被别人当成男孩 甚至也营养她的人都没有发现她是女孩 是阿乐唤醒了她内心深处的少女心 可是爱上大小姐喜欢的人就是大忌 加上没有钥匙这张门票 可怜的侍郎基本就是在单相思 可是谁说没有钥匙就不能得到阿乐 侍郎还有最强聊机宝拉 身为前级家族的杀手本来宝拉和侍郎是搭档 两人一直都在暗中比较 可比是多次后宝拉也很清楚她跟侍郎之间的差距 那是无法逾越的鸿沟 但宝拉一点都不嫉妒 她给自己的心理安慰是太大 会影响杀手出刀的速度 这次她来找侍郎是为了想要了解侍郎突然改变的原因 结果却察觉到侍郎竟然在为了恋爱而烦恼 于是便打算推侍郎一把 提出了一场争夺阿乐嘴唇的比赛 本来侍郎是不想搭理宝拉的 单切折到了阿乐这绝对不行 可想要获胜就必须亲吻阿乐的嘴唇 虽然侍郎肯定是赢得比赛 但她亲吻阿乐的方法却很特别 虽然没有真正亲到 但侍郎还是特别满足 果然没有钥匙是真的不行 而有钥匙的前级却在最近也陷入烦恼 因为本来只是假扮情侣 可是一来二去 前级竟然有了想要假戏真做的念头 但国次一的傲娇让她迟迟不敢表白 所以只能在阿乐面前多表现自己 可浑身森发迷人气息的前级 窒息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可阿乐完全没有察觉到 前级跟平日里的变化 如果硬要说有的话 是不是胖了啊 如此之难的阿乐 为什么会有女孩子喜欢 或许是因为她的温柔吧 前级的妈妈在最近回来了 身为女强人的她 平日里忙于业务 几乎没有时间陪伴前级妇女 但即便如此 前级还是很想念妈妈 这次妈妈的回来 前级想要跟她一起过圣诞节 但其实妇女两年都特别害怕她 一眼不合就要把人扔下海 喂鲨鱼 一眼不合就要让人无马分尸 虽然都是瞎瞎瞎瞎 但没能敢保证哪天就真的做了 而阴差阳错 前级妈妈竟然让阿乐 暂时担任自己的临时助理 不知道为什么 前级妈妈竟然在对阿乐时 会展现出让人费解的温柔 难道前级妈妈也有一把钥匙 哎呀 这是不可能的啦 敢这么演的话还想过审 阿乐在有了帮助前级妈妈工作的机会后 为了让前级妈妈有时间陪前级过圣诞 于是拼命的加班加点 还特地准备礼物让前级妈妈去送 可殊不知前级妈妈的抽屉 早已存了不知道多少年的圣诞礼物 这些都是给前级准备的 只是因为妈妈跟前级一样都很傲娇 身为女强的人 她不知道该如何跟女儿友好相处 甚至她总感觉前级会因为自己忙碌 而怪罪自己而讨厌自己 这个时候阿乐突然扇了前级妈妈一巴掌 将她给打醒了 然后告诉她 前级是多么的需要她 而也正如阿乐所说的一样 前级真的很需要妈妈 虽然这只圣诞节是跟朋友一起过 并不会孤独 但前级还是很想念妈妈 阿乐从来都是一个行动党 在打醒前级妈妈后 就迅速带到前级这边 要带她走 路上堵车 改成自行车迅速前进 并且在路上还解开了前级对妈妈的心结 可是让人感到后却发现 前级妈妈已经走了 飞机正在缓缓上空 阿乐忍不住骂了前级妈妈一把年纪还在逃避 而在前级的一句 求求你呢 妈妈 飞机掉头了你敢信 果然有钱人真的是可以为所欲为 娘母女最终坦诚相待 度过了一个充满快乐的圣诞节 甚至前级还从妈妈这里得知 自己一直戴着发带 其实就是十年前阿乐夸她好看才戴上的 对阿乐的爱 也因为妈妈这一个坦白而得到升华 但是她竟然没有问妈妈 关于所有的事情就很离谱 而是跑到了阿乐这边 看到泪趴下了她 并将她的头正在自己的腿上 前级 牛逼 而在隔天妈妈又离开的时候 阿乐还是问出了关于所有的事情 但是妈妈却说不知道 而这一次和前级妈妈的相处 也让阿乐陷入了烦恼 她跟前级的假情侣游戏 真的是没有任何感情吗 她不知道 她还是口口声声说的 自己喜欢小野思 但是万里花的追求 却也让她有些欲罢不能 这个腹黑女孩 为了能够让阿乐多给自己补习 于是每一次都故意打错题目 然后就有理由可以跟阿乐继续补习 哪怕补得再多都没用 说不定还会因为自己可爱 而得到阿乐的一句 你这个迷人的小笨蛋 故事到这里 已经很久没有出现新角色了 于是新的后宫小春出现了 她是小野思的妹妹 第一次跟阿乐相遇就挠出了乌龙 自己的小群群被风吹起 第二次相遇后 能就挠出乌龙 自己的小群群又被风吹起 总而言之 本来就感觉自己姐姐是被阿乐欺骗的小春 对阿乐的好感已经全无了 但是阿乐很温柔嘛 在得知小野思生病后 就立刻赶到过去 欺骗被小春冷嘲乐讽 可满脑子能就是小野思的身体状况到底如何 新女神很快就眷顾了阿乐 因为小春被小艾思传染而发烧 所以能照顾他们的人 目前只有阿乐 她表现出来的温柔 击碎了小春印象中的大色魔 随后这个新后宫也被攻略 但是奈何出场太晚 并且没有要失去个门票 注定就是跟狮狼一样只能淡相思 更何况她还没有聊机 难不成让自己大姐将艾连拱手想让 想让也让不了呀 但凡小野思敢早点A上去 杨连的娃都已经拨了两季 本来阿乐心中只有小野思 但现在她心里却已经摇摆不定 而前妻最近在家里 则一直在努力锻炼自己大胆表白 但每一次长事都让她气喘吁吁 于是便想到去跟父亲取经 当初父母两人是如何跟对方表白的 父亲开启了会议模式 那时候她的帮派规模就已经很大了 一直在和敌方打斗的时候 前妻妈妈就突然站在双方中间 然后大喊了一声 是谁订了我们家的披萨 父亲被前妻妈妈的大胆折服 直接求婚 虽然没有立刻答应 但在后续努力的追求下 他们还是一起生下了小前妻 原来喜欢一个人就是要这样之间吗 前妻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像爸爸这样大胆 但是她还是决定遵循自己的本心 就这样继续假装情侣也不错 说不定哪天自己就会忍不住说出来了 故事结束 《距离伪恋2》播出已经过去了6年左右 想要第三季几乎很难等了 毕竟第一季和第二季的跨度 只有一年左右的时间 很多人看的第一季的解说都很想知道结果 但很可惜 第二季还是没给你们一个结果 不过今天我就给大家稍微剧透一下后续的内容吧 在眼看三档之争就要有个结果 作者为了能够在随即化内容 于是变了第四把钥匙的拥有者于姐 他也是过去跟一条乐有过接触有人 出场是以男主阿乐的版主任身份登场 至此 你能够在伪恋找到姐姐系列妹妹系列 只要你想要的属性角色 基本都能够给你安排 值得不行就给你再画一个钥匙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动画不只制作后续的原因 虽然内容能就有趣 但观众可能会产生审美疲劳 有一个悬念去吸引看漫画 也是不错的结局 而既然大家听到这里 可能会觉得这是一部毫无营养的后宫番石 人家作者大大就十分明确告诉渣男 我们男人就要专一 做人就要做纯爱斗士 一生只能爱一个女人 所以最后的结尾注定只会有一个女孩胜出 而漫画也交代出了很多关于万里花和小野四千集 等人跟阿乐的过去 也算是将自己的坑都给填完了 而小春和士郎两人虽然喜欢阿乐 但是因为小野四和千集的优先集 他们两人基本不敢有任何过分行动 所以就在自我安慰下慢慢的隐退 而或许是做着当时感觉自己有些过于套路了 所以遇见这个角色出场 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情感表达 然后慢慢的整个故事主线 又回到千集和小野四两人之间 而万里花这个角色真的是戏分不强 虽然有交代一段过去 但最后也还是自行隐退 而千集妈妈其实只想 关于相应所的所有来容去脉 为什么阿乐会跟四个有钥匙的女孩有过去牵扯 原来四个孩子的妈妈 其实在十年前就是好朋友 所以这就是上一代孽缘 四个妈妈只有一个人生了男孩 而相应所的由来是因为阿乐的妈妈作品中提出 小千集看到后就让雨姐去做了这个东西 然后拿阿乐把钥匙给自己喜欢的女孩 而阿乐给的女孩真的是小野四 所以我老说他们两年敢A的话早就生孩子了 那相应所哐当一下就打开了 但后续剧情确实小野四A的上去 但A的太晚了 钥匙虽然打开了锁 但是阿乐就发现自己现在更喜欢千集了 于是这个结尾几乎被小野四挡给喷出响了 千集几乎就是在没有任何行动 甚至在发现小野四告白阿乐后 还跑到美国躲起来 但是最后他就是获胜了 而阿乐会发现自己更喜欢千集 还是因为基友说了一句 你闭上眼 你会第一个想到谁呢 这个提醒就好比爱情公寓里的曾小贤 抛了一面硬币 想了自己是喜欢谁 但其实在抛的时候 你的内心就已经有了答案 至此 十年感情的青梅竹马 终究递不过天降 白贝 虽然千集也算是青梅竹马 可千集再跟阿乐相遇也真的是从天而降 但是贯穿主线的索 真的是当人忍不住妈妈一皮 所谓约定之人到最后就翻脸不论人 所谓永恒的真爱 只要爱上另一个人再宣誓一下就行了 我终于明白作者为什么要将片名叫做伪恋 而不是纯恋 关于几党之争 以及几位被阿乐放弃的少女 他们有跟谁结婚生子 有兴趣的人 可以去看看漫画 这些在里面都有交代 另外也记得去看看动画 因为我也只是讲了主线剧情内容 很多日常以及细节都没办法细缩 不知道各位观众在知道答案后 你们内心最喜欢的女孩到底是谁呢 如果硬要说一个的话 我觉得我还是想做千奇大发 我是少年 以为明年又可爱的九七年男孩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转发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